證照考試裡面五大類 我覺得它這個方向其實都是都是蠻好的 主要是有系統的要你們學習 那我們這一次上課 基本上主要是專注在那個第一期實用期 那這個實用期的話就考三題 這三題就是前三類 沒有第四第五 第四第五的話呢其實就是第二期 我好像上次有特別講 然後呢 比較有差異的就是說 將來當然第一個 你拿到證照上面的名稱不一樣 有沒有 如果你是考這一級 當然就給你一個第一級的證照 如果你考的是進階級 當然就給你進階級證照 難度應該不一樣 結果應該也不一樣 那當然如果你越高的等級 相對的難度越高 我覺得挑戰性也越高 所以只是說我們上課的話 只有上到第三類而已 這個可能要跟各位 但是我給各位練習題有沒有 其實裡面也有第四跟第五的 然後題目也有第四跟第五 所以如果你想要延伸自己去練習的話 那一樣嘛 你就把題目找到第402嘛 然後打開402 然後再開始自己先做做看 那當然我是覺得有幾個方向嘛 要不然就是先試做看看 因為考試的時候只有紙本 就是只有這些東西啦 就是說它只有題目 然後會從比如說第一類是102 104 106裡面隨便隨機抽一題來考 然後呢在你桌面上會有個紙本 A4的紙本 上面就是這些題目 所以我建議啦 你平常練習的時候 就是直接看題目 然後直接做答 然後呢 假設會的你就打勾 打勾不要再做了 因為都會的嘛 那不會的地方就多練習 OK 把這些題目的分數都拿到的話 至少有70分就幾個了 OK 所以第四第五類 也可以利用類似這樣 就算你先做做看 有沒有 如果你這個東西確定是會的 那就跳過跳過 那專注於你不會的部分 去把這個問題的答案找出來 那找的方向蠻多啦 其實網路上 YouTube上其實也蠻多老師 在錄那種教學影片的 也有答案 你們可以上去找找看 還有網頁裡面好像也有人提供答案啦 那或者甚至你自己查一下 我想應該也還是可以 找到一些 這個這個 一個一個解答啦 所以 看各位 如果因為考試的時候 反正 考試的費用都是1000個 但是你考完之後 拿到的證書假設不一樣的話 那當然感覺也是不一樣的 不然的話上面只有修個實用期 一般如果知道證照考試 就會覺得 那你考這個 這太小的科了吧 對不對 雖然也是這樣證照啦 但是 感覺好像 這個 難度有點是不是太低 記得喔 我們這個考題是以色列2016的 你不要報錯了 你不要報到新的 因為它每個版本有相容性問題 而且每個版本的題目也都不一樣 OK 都不一樣喔 當然有些題目一樣 有些題目不一樣 因為之前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那個以色列2021 看起來題目好像都 跟我們現在上課好像都一樣 對 它是這樣 它每一個 會 換一些題目 但是可能也許 我記得以前比例大概是 比如五題裡面換個兩題吧 那也有可能換個一題 然後呢再把那個順序大概 稍微重新打亂一下 OK 所以你報名的時候記得 最好就是報這個等級 以色列2016的版本 然後等級的話 我們目前是實用級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因為後面 我們還有第三類的部分 那第三類的題目呢 主要是針對那個 就是 繪圖啦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它這第三類主要是 學會哪一些東西 就是 第一個是 統計圖表的建立 與應用能力 所以其實主要針對的是 圖表部分的功能 包含就是說 怎麼去產生圖表 怎麼去變更圖表的類型 跟格式 然後要統計圖表的一些 圓件的調整 因為上面很多功能 那如果你比較少用同學 可能會對於圖表的產生 會比較陌生 那當然裡面它還有很多的圖表 比如說像是怎麼去 在裡面增加一些 那個資料數列 然後還有 當然它這邊有提到3D地圖 可是我看一下 我們目前這個 這個 物體裡面好像沒有 帶到這個3D地圖 那這個3D地圖 我覺得也蠻好用 就是它裡面再結合 那個所謂的 這個 地圖的概念 也就是你可以把數據 假設你這個數據裡面有 比如說北中南的那個 那個分公司它的業績 如果你要把它顯示出來 那以前可能就是一個數據 北中南 那感覺好像就是 沒有那個地理位置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結合地圖的話 甚至可以把那個地理位置 比如說地址 或者是縣市把它放進去 它就會在那個地方 比如地圖裡面的哪個地方 來幫你把那個資料給呈現 呈現方式它很多 比如說你可以用數量 像也許用一個直條圖 那你可以用一個立體直 不過好像有點怪怪 後來把它改成那個什麼圈圈有沒有 類似像一個小的圓圓 要不然越多 表示它的那個量越多 越小表示它的量越少 欸這樣感覺也蠻好 就是 因為 把那個資料 那個數據 可以圖像化 欸這件事情的話呢 其實 我覺得還蠻有必要 因為你一看就會覺得 欸馬上可以一目了然 OK 所以 這個3D地圖的話 如果有興趣可以再了解 圖表的合併啊等等的這些 另外的話 再增加一些像圖表標題 標題的話就是那個圖上面一定會有一個 那個標題不見得一定都有 可是 考試的時候有時候會要求要 有時候要求不要 那你當然也要能夠 懂得怎麼樣把它加上去 那還有什麼 設定它的字的內容跟格式 那其他還有格線 格線呢有分成什麼 那個圖表裡面有橫的跟重的嘛 有沒有 橫向重的 但有時候沒有格線啦 所以你要懂得去設定這些資料 然後圖例 圖例的話就會可能會放在那個右邊 可能會放在上面 左邊下面 有沒有 那個圖例是說明說這個資料 到底什麼資料指的是什麼東西 的一個說明 小說明 然後 然後座標軸 座標軸的話指的是X軸跟Y軸有沒有 那這個X軸跟Y軸的部分的話 那當然 我們要怎麼去顯示它啦 格線啊 等等的這些 甚至最後的話還有樞紐分析表 好像有一題 有一題裡面也有講到樞紐分析 不過它已經幫你做好了 這個好像它只是 利用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 也把它畫成一個叫樞紐分析圖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根據這個題目的這個序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302題好了 OK 所以請各位 302這邊 然後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 因為後面我們 第三類 那因為我們還有兩次上課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把這五題給講完 我算一下時間應該是差不多 因為第三類其實會比較困難一點是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常常用到圖表啦 應該都有用到 只是說你熟不熟悉裡面的相關功能 OK 那當然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好了 那現在我覺得圖表好像越來越重要 因為像現在 只要講到資料的時候都會希望 不是單單資料處理 統計分析 因為你最後看到報表 好像沒有辦法很直覺 知道到底這個結果 所以最好畫個圖 旁邊再放個圖 感覺好像更 更友善啦 甚至不只畫個圖 可能不同面向 比如說那個報表裡面有年 有月 有週 有月 有年 等等的有記的 OK 反正就從不同面向去分析 那甚至你可以交叉分析 然後 可能有 主要的資料跟吃藥資料的比較 有沒有 他們之間關聯性 然後 那當然你 對於將來你要做一些決策 就非常有幫助了 比如說一個商品到底 最近它的趨勢 是不是越來越好 越來越不好 你可以看就一目了然嘛 對不對 如果這東西越來越差 那為什麼會 越來銷售越來越差 原因何在 是不是要把它停掉 還是要把它改一下 它的內容 好 那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先來了解一下第三零二題 它到底要我們做什麼 所以第三類 第一個 它這個題目就是什麼 體重追蹤表 那難易度是中 那題目要說明的地方就是 這個人 想要對自己的體重進行減重控制 好像是跟得上時代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重視自己的體重 所以呢 在2013年的七八 兩個月份 每天都記錄體重 OK 嗯 不過我這件事 假設會用一些那個 好像現在很多體重計本身也都可以聯網 有沒有 也可以記錄啦 不過它這個用紙本記錄 然後記下來之後它用eSale 把資料填到eSale 然後並且設定那個七月份的體重目標是55公斤 也就是它希望能夠減到55公斤 然後呢 所以它八月份的目標是50公斤 所以兩個一個月可能要減個5公斤 不過這樣應該蠻有 有點難度的 但是它是把它記錄下來 那它光看這些數據成效 所以它直接看數據啦 所以也是看數據 所以它覺得這個數據一大堆 它沒辦法直接來判斷 到底有沒有成效 所以它希望是以eSale來幫忙 匯製一個圖表 有沒有 匯製這個圖表 然後 做那個體重控制的判斷 所以它這邊大概要 需要畫出一個什麼 這個折線圖 然後 來做表示 OK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 請各位先把那個 第302題 這個先打開一下 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 這裡總共有三個工作表 第一個工作表呢 就是 這個體重追蹤表 那也就是說 它的A欄 是放那個7月份的 這個日期 而且這個日期的話 其實它的格式裡面 這個有年有月 還有禮拜幾 所以它等一下還蠻 蠻勤勞的 每天都這樣做一樣 所以禮拜一到禮拜 每天都做紀錄 也就是說呢 它 7月份的時候 它的體重是 當然 7月1號 它是58. 所以它等於是 目標大概 一個月 要減3.3公斤 目標55 所以它一直紀錄 每天紀錄 OK 所以當然你如果這樣直接看 其實倒也是可以看得出來 不過我後來好像 它也胖到60公斤 然後又 隔天又馬上解下來 不過這變化分太大了吧 一天可以少3公斤 這怎麼回事 身上有鐵塊嗎 直接 也不知道 反正這個只是一個數字 但問題是如果你直接看這個數據 其實是看得很累 而且比較不能夠真實的呈現它的那個高低起伏 所以理論上 那怎麼辦呢 所以它是希望說 你去把這個資料 畫成一個圖 當然理論上 一般我們習慣是 如果有一個時間軸的變化 對不對 通常呢 X軸 水平軸呢 會是時間 哪一天 有沒有 然後呢 Y軸就是數量 重軸有沒有 他 那如果有高低起伏的話 那可能就是 來一個折線圖好像是最簡單的 折線圖就一目了然 有沒有 應該 知道吧 就是折線圖 那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要做個複合圖的話 甚至可以把那個標準體重也畫進去 不過你會發現它變成一條水平線 因為都55 不太會變化 OK 那就是一個整個一個 離這條線納越近 表示越成功 離越遠的話 當然最好是這條線的下面 當然就是打標了 那所以呢 它是希望怎麼樣 幫我們把這個資料 把它 繪製成圖表 那底下有一些設計的項目 不然第一個第二個 裡面的話就是有一些 要我們做的相關動作 然後 沒有耶 它這邊還有到第四 底下還蠻多的 所以我看一下這一題其實 複雜度蠻有比較高一些些 因為有兩個圖 通常要畫出來 然後七月份的話是畫這樣的一個圖 所以你會發現 它這個圖還蠻特別的 它是希望畫摺線圖之外有沒有 而且還有節點的 然後裡面呢 要把它填顏色 不不不 應該是到這裡 這條是55 有沒有 這55 所以它是底下又要畫一個 叫做什麼 區域圖 然後區域圖 上面又要一個折線圖 它是要兩個圖 所以這個蠻妙的七月份是要 把它圖表 其實它畫兩個 一個是折線圖上面 一個是區域圖 另外的話又有兩個欄位資料 就是 除了它的什麼 每天的體重之外 然後還有這55這條線 這條線也要畫出來 那底下的話呢 就是它的每天的時間 所以這個是七月份的那個體重追蹤表 它要我們做的啦 然後八月份的話呢 其實也是雷同 只是說呢 上面這個有點有沒有 這個就沒有點 所以它其實 有一些 要做一些變化 那另外的話 這個線條部分的話 也會要求說 你要比較寬呢 還是比較窄 有沒有 比較粗還是比較細 然後這邊也是55 看起來好像它有一 你看如果看那個 看這個圖的話 其實就蠻清楚的 像這邊就快要達標了 可是隔幾天呢 又突然又衝上去了 所以顯然是它已經達標了 就開始鬆懈了 然後隔天呢 就開始慶祝了 然後就開始吃大餐 吃大餐 然後突然間呢 發現體重太 控制不下來 就很憂鬱 然後就開始不吃不喝不吃不喝 開始掉下來了 應該有可能是類似像這樣的狀況 所以體重 我是覺得很重要 但是如果每天都涼 有點太over了吧 我是這樣覺得 因為我太太每天都涼 她跟這個蠻像的 那我就覺得說 你每天幹嘛每天都涼 我是大概一段時間是要涼一下 因為我們家有那個 小米的那個體重計 也有歐姆龍體重計 小米好處是手機它會自己會把 就是體重 直接跟你的那個手機連接 然後藍牙結合之後 它就幫你記錄下來 所以打開手機APP 我就知道 最近體重的變化 那當然我不會每天涼 大概就是 一段時間涼一下 一段時間涼一下 但涼了之後就會有罪惡感 就會開始會想要減重一下 好 所以這個地方請各位先把那個題目打開 然後再稍微看一下這個題目 我們待會也許先 針對那個第一題的部分 先做說明好了 OK 試一下